你们做梦都想不到 把黄豆和西瓜放进锅中蒸一蒸 出锅以后就是一道传统美食 一位阿婆靠着这道菜 半年内在上海买了三套房 我们准备500克的黄豆 给它放进盆中 像这种发霉的挑出来不要 不然的话吃起来会发苦 吃多了对于身体也不好 然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黄豆给它浸泡6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给它泡成像我们视频中这样各个圆鼓鼓 而且白白胖胖的 泡好的黄豆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捞出来 然后直接给它倒进蒸锅的里面 然后再盖上锅盖 大火烧上气以后 给它蒸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黄豆给它蒸至软烂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大西瓜 从中间切开 我们在准备西瓜的时候 尽量准备五子西瓜 然后把西瓜皮全部都给它切掉 切得干净一些 然后再把西瓜给它切成 稍微小点的小块备用 一个小时以后 然后把西瓜倒进锅中 然后再盖上锅盖 再接着蒸 给它蒸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西瓜蒸一下 这样能够保存更长的时间 再准备一把青线椒 先给它切成辣椒圈 然后再给它剁成 稍微碎点的辣椒碎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红线椒 同样也给它够碎 剁碎以后 给它放进碗中 放在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颗大葱白 先切成长条 然后再给它切成 稍微碎一点的葱花备用 准备多一点的生姜 去皮以后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再切成长条 最后我们给它切成姜末 准备口铁锅 在锅中倒入 比我们炒菜多一丢丢的菜籽油 油热以后 把姜末和葱花给它放进锅中 我们再开小火 把葱花和姜末炒一下 炒的时候多炒一会 炒至表面有一点点微微发酵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香 炒香以后 把我们放凉的黄豆和西瓜 放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接着开中火 慢慢的翻炒 炒的时候多炒一会儿 炒干黄豆和西瓜中的水分 这样能够保存更长的时间 因为黄豆和西瓜都是蒸过 炒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够给它炒烂了 炒得烂糊一点 这样我们吃的时候才会更加好吃 接下来开始调味 我这里加入了六勺食盐 可以尽量稍微咸一点点 然后再加入三勺黄颜色的鸡精 然后再加入四大勺白颜色的味精 味精可以稍微多一点 再加入两勺白糖提鲜 再来一大勺的生抽酱油 再来一勺老抽上色 然后我们再次翻动均匀 把调料我们给它翻拌化开 翻匀以后我们再加入黄豆酱 如果有干黄酱的话 用干黄酱也可以 一斤的黄豆我们用半斤的黄豆酱 黄豆和酱的比例是2 1 然后我们再加入三大勺的甜面酱 接下来就是熬酱了 我们的酱一定要多熬一会 充分地把里面的水分熬干 并且熬出酱香味 我这里大概熬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并且要不停地翻动 防止底下的酱糊锅 时间到了以后 把我们准备好的青红辣椒碎给它倒进锅中 青红辣椒碎里面的水分 我们需要给它煮干 需要给它煮 大概是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给它熬成像我们是瓶中这样的就可以 然后关火 熬好的酱我们给它放进盆中 需要给它放凉 放凉以后我们给它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保存 你像我这样做的酱 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装进罐子的里面 放进冰箱吃三到五个月它都不会坏 而且这样做的酱 不管是炒菜拌面条加馒头 吃起来都是嘎嘎的香 而且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凉了以后分给你家的邻居吃 那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